處理器大廠 Intel 緊跟AI趨勢 Cole Ultra系列 即鼻電RulinLag後 加碼推出桌上型AeroLag處理器 具備36TOPS 性能提升14% 功耗卻降低58% 實現全產品都是AIPC 十個新的處理器導入 AI臉部運算更加快速 像是用電腦的時候 可以進行自訂的操作 而我打遊戲設定張嘴 就是開槍 而挑眉就能丟手榴彈 不用滑鼠 鍵盤 動嘴 或是表情就能控制電腦 AI應用還可以生成圖片 下達指令人事實地物 8K等級的照片 不用30秒就出現 以往都得仰賴網路跟雲端 透過新的處理器 在終端產品桌機 筆電 能夠運行 看好AIPC市場 對手高通從手機跨界筆電 推出以ARM架構為主的AIPC 原本X86陣營的Intel超圍 為了鞏固優勢 是罕見搶搶聯手 Intel基辛格超圍蘇姿豐 兩人世紀同框 兩家公司競爭將近30年 宣布話題為友 共同成立生態系顧問團隊 持續推動X86電腦架構 實際來看 目前CPU市場 主要分為兩大陣營 X86架構有Intel Core Ultra 跟AMD Ryzen 9000系列 而ARM架構則有 高通Snapdragon X Elite 跟蘋果M4 不過大家都採用 台積電製程 台積電都能受惠 而消費者選擇變多 也成為最大贏家 小營宣 張庭祥 方韻祥 綜合報導